废妾落室 久病不详 不得回抵 即刻带往昭辉院 你嫁给老三整整三年 我还没好好看看你 蜜蜜来迟 听说你前段时间犯了疯病 身为不祥之人 不论老三再怎样宠你 我都不会允许你再进宫子里 自先王妃去世 王爷已经近五年 没来看过我了 更何况 你长了一张与他如此相似的脸 定有无数势力想要争强 我不会放任你这样的妖女 祸乱王府 相貌有天体 与你无法改变 咱们会没有办法改变 父亲 母亲 母亲 就这么创进来 你还知道我是你母亲 儿子 情急事宜 请母亲降罪 你的罪都是因她而起 就让她一病单了吧 传我的令 洛青莲 莲姑娘千错万错 但毕竟是父亲亲赐的婢妾 要是私下罚了 父亲恐怕不高兴 请母亲三思 你是那王爷来压我 儿子不敢 好 只要我活着 这个女人就不许再回 姓公子弟 母亲 母亲 王爷 王爷 民女制到一个偏方 治咳嗽非常有效 明天我煎好药 给王爷送 待会儿把方子写给余总管 宇德长 穿本王历 以后啊 连姑娘可以自由进出本王府 任何人不得阻碍 老不遵命 连姑娘 这可是王爷独一份的恩典 民女谢过王爷恩典 民女告退 王爷 有句话不知该不该说 说 在这王府里最多的是女人 最苦的也是女人 义不如心 人不如故啊 祁申 给王爷情安 夫人有命 请莲姑娘继日搬出先驹 回瑞郡王邸 恭喜莲姑娘 夫人还专程向王爷请了命令 敬莲姑娘为寿夫人 从此以后 莲姑娘再不是避妾了 妾身谢过夫人